那我们这边跟大家聊一下 Justin Charles发生什么事好了 因为我相信台湾人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像凯莉刚刚说的 这个美国裔 然后在新加坡长大的 还有受教育的女喜剧演员 她以前是一个律师 后来好像就是quit her job 然后她变成全职的standard comedian 在美国表演嘛 那她在美国之前有一段时间 她讲了一个笑话 然后她在笑话的时候 就有点开那个马来西亚的玩笑 还有马航 还有马航 她没有直接讲 可是她就说飞机 她是开飞机的玩笑 让大家会联想到马航这样子 然后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 引起渲染大波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对很多马来西亚人说 可能比较近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听得很不舒服 所以就直接在网路上讨伐她 那这件事情 后来引申到最后 变成整个国家 在煽动人民 我直接讲 煽动人民情绪的一件事情 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说 对我们就是要反她 不然的话我们 就是不爱国 基本上到最后炒作到变成这个地步 对因为很多人都跳出来 然后抨击她 对对对对 那Justin Cha 我自己有看了一下 我个人第一影片你也有看吗 我有看 我个人是觉得说 就是好笑吗 我其实觉得中等 就有点凶啦 对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必要 烧成这个样子 Right 你自己应该也是这样觉得 不是因为大家要知道 那个烧到最后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大家觉得 啊 她怎么这样开玩笑 然后很多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 有一些华人 他们都跟我说觉得有点被冒犯 就可是烧到最后 就是新加坡官员出来道歉啦 然后马来西亚政府说什么 要找Interpol抓她 对这边事情 因为我跟大家这个细节讲一下好了 就是她讲的那个笑话嘛 那个 她是在美国的Comedy Seller 很有名的一个Comedy Club讲的 那Comedy Seller其实就会把一些片段 然后放上他们自己的logo 然后做成抖音端影片 然后丢到TikTok 丢到Instagram 给大家看 其实一开始在美国 然后在Comedy Seller 自己本身的social media上 Po的时候 反应都是超好 然后就是她做留言都正面啦 就是可能一两个不喜欢而已 OK 那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后来Comedy Seller 就把影片也给Justin Cha 说你想Po 你也可以自己Po啊 就是You know 然后Justin Cha就Po了 Po了以后就出师 可能他受众比较多那种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听众 所以这Comedy Seller 打出去可能打不到这边 对Po以后就出师 就是一堆人去那个影片下面 骂Justin Cha 然后很多人就看到 右上角logo有Comedy Seller 所以就跑去美国Comedy Seller的Google Map 或者是一些可以留评论的地方 就给他一新评论 短短的不知道几天吧 那就有4000多个一新评论 弄到最后就是 Comedy Seller不得已 只好把那影片下架 然后也拜托Justin Cha 说这影响到我们business 麻烦你下架 我给你一个没有浮水印的 那你自己看 你要不要Po这样子 OK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一开始的走向就变这样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网路上 开始烧了嘛 烧起来以后就变成说 Justin Cha被炎上 我刚刚有讲到他被炎上 他炎上的范围那时候很广 他说他平常没有在用的 social media 就被大家一起狂攻击 那等一下我聊一下 他面对炎上的方式 我个人是觉得很酷 然后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Maybe 不过这事情就影响到 他其实真实的生活 像他说 他的社群媒体就开始 一直被人家想要害进去啊 然后他的个字 还被人家外流 手机电话也外流 所以就会有人一直打电话给他 连Comedy Seller的网站 也被人家害 就是人民 人民站起来就开始冲了嘛 对啊 很冲欸 连他曾经去表演过的喜剧俱乐部 都被留一心的review 就是要逼迫这些Comedy Club 以后不要再跟他合作的概念 就是要cancel掉 要cancel掉他 然后接下来就是IBM 取消他们一系列跟 Judson架一直以来都有做的合作 那为什么呢 因为IBM就跟他说 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办公室的人 不喜欢你的言论 所以我们必须要取消 我们跟你的合作 所以他一开始应该觉得完了 他的整个生计都要被人家 真的要被取消了 对啊 他连一个已经谈好的拼盘秀 他就会在那边有表演嘛 也被取消掉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干 怎么办 我的人生 我的liflyhood 就这样子要结束了吗 然后他旁边的朋友 还跟他说 so right so Dave Chappelle can afford not to apologize but you can 就是说 赶快道歉 他就是强盗 他可以不道歉 可以继续活下去啊 你呢 你可以吗 你赶快道歉 你应该就没事了吧 这件事情你应该会比较有感 你自己针对道歉这件事情 你觉得道歉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做错事的地方 我觉得我愿意道歉 可是如果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我会不道歉 其实我道歉过非常多次 然后也有下架过贴文 但都只被酸得更惨 我知道我可以想象 大家会觉得说 你不道歉 或者说怎么样 你这女的怎么不道歉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怎么样 你po这种东西还不下架啊 有个美品 我们好像没有在Podcast上讲过 我们下架那个 黄泽椒贴文的东西 对不对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 后来就直接放假 对对对 对我们把贴文下架 其实是当天 被酸更惨 对我们当天只是因为 看到他进去医院 想说 那先拿掉好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这样 真的被酸更惨 对被酸更惨 而且每个人都说怎么样 什么有种po 你觉得自己这样酸它 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下架 我就觉得 Shit 早知道不要下架了 对啊 是你早要下架的 因为他那时候在医院 Come on 就是我只是一个正常人而已 好吗 But anyway 我们就拉回来 就是David Chappelle 他朋友跟他说 David Chappelle 可以不道歉吗 可是你不能不道歉 可是他就觉得说 马的 习近平这几年来 就是各种方式的被攻击 不管是 Chris Rock 在奥斯卡上面 直接被散一巴掌 Dave Chappelle 在路上被人家攻击 Hasamonach 收到 Anthra Anthra是碳什么病 碳G 碳G病毒 可是后来发现那假的 可是一开始打开 那信封掉出来白粉 大家会吓死 吓到啊 而且他说 他女儿就在旁边 还什么的嘛 对 他在special有讲到 所以其实是蛮恐怖 而且甚至马来西亚 其实去年 就也有喜悸云人被逮捕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 现在这样子 针对喜悸云人 我现在是要back down吗 他说 or should I just keep on going for what I stand for what I believe in 而且他说 马来我一个美国人 在美国的土地上表演 还要被另外一个 国家的价值观给影响 对吧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是对的嘛 所以他决定说 他要继续走下去 继续fight for her 但我觉得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转折点 就是 其实是一开始 蛮多人都不太爽 就觉得被冒犯 可是当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然后 什么找Interpol啊 什么要抓他 什么要逮捕他 这种言论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大家就开始觉得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吧 对啊 就为了一个消化 需要找国际心灵来抓一个人 对啊 好像不用 不用 是不是大提小说 小提大家做的时候 对 然后根据这个 Justin Chow 他自己的那个文章 他写的感觉就是上升到国家等级的 迫害的感觉之后呢 他的cancel情况就停止了 因为大家就开始支持他 对 他后来就开始接到工作了 对 因为大家就想说 啊也没那么严重啦 对 而且他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 国际媒体就开始狂暴 狂暴以后 其实他觉得好像很多人觉得 这样做自己国家蛮丢脸的 对 所以就开始有人就去那边帮他讲话 你有没有看到私讯 我们这边也有改变 就是一开始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都很生气啊 都tag我们叫我们发表意见 然后有interpol之后 他们就说 其实不应该用国家的力量去影响 他这样讲算不对 我不喜欢 但你不能抓他 对 我觉得很好笑 而且他说连后来就是美国喜剧演员 也在推特上面声援他嘛 所以他就说 就像你说的 他那个工作机会也慢慢回来的 就是 他说除了原本 IBM啊 跟他的品牌就被取消之外 他说反而是 来找他的人反而变超多 他后来好像还被去媒体 然后当做专栏作家 他就是guest columnist 就是我们这篇文章 就是在newsweek上面读到的 然后他现在就是newsweek的guest columnist colonist 他说连fox news都来approach他 就是要他当一个panelist on a comedy segment 其实他现在工作机会变超多 而且他说 不只现在不只美国在邀约他 欧洲跟亚洲都有在邀请他 所以他真的就是被烧到一个体无完肤 但你只要没死 就烧到变超红 只要没死 你就会红爆 这件事情 而且他最后就是跟Dave Chappelle一样 都没有道歉了耶 fuck 他把自己比喻成Dave Chappelle耶 你看他就是写一篇文章 然后一直拉就是最强的人名字 那听完之后 他自己就好像变成 一个mortyr 一个劣势勒 好屌喔 可是这件事情说实话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是停不下来 我觉得停不下来啊 对啊 他有说其实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 可能就是会back down啊 或者是 因为身心都会被影响 对可是他说 the lawyer insider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他原本以前是一个律师 right 他的律师魂说 不行我要跟这些人站下去 他有用一些策略 我觉得蛮酷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怎么样面对这么大型的沿上风波 我觉得很酷 因为我们也是被沿上很多次 然后也都是不太爱道歉的 喜欢跟人家赞 对我们也是偏向不爱道歉 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好战略 那我看了以后就 啊 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以后我们可能会这样做 哎呦 好 他的战略是什么 他战略是什么呢 他说 第一个我就先把我们平常没有在用的 social media的账号 全部先关掉 所以变成大家要来打我的话 要来赞我的话 就只能到一个地方赞 就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小说嘛 说有一群人追着你打的时候 要跟你打架的时候 你赶快跑 跑到一个很窄的巷子 然后你转头对他的时候 就变成一对一了 与其说一对三或一对五 现在变一对一 这种大概是这种概念 我说 it makes so much sense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被研上的时候 其实在超多不同地方 都要一直回 一直回 一直回 其实蛮累的 什么YouTube脸书啊 IG啊 对对对 其实非常非常的 然后我个人脸书什么 一大就email啊 对对 对超烦 所以他就先做这件事情 再来是他把email全部就turn on auto reply 只要是没有加成那个联络人的 全部都是自动回信 哦 所以他就看不到 他就看不到 OK 然后再来是 只要马来西亚来的电话都不接啊 他直接封锁马来西亚来的电话 因为他后来个子 我有讲的说 他个子被外泄嘛 所以很多人其实会打电话去骚扰他 哦 对 所以他就是马来西亚电话就不接啊 之类的 我就觉得说 这些东西其实都对 在面对一些沿上的时候 如何保持你的头脑的健康程度 或心灵的健康程度 有很大的帮助 他还说 因为他原本有把自己的名字 设一个google alert嘛 只要他名字有在什么 google 地方出现的话 他就会收到通知 所以 他说他以前可能一年 有两个就偷笑了 他说这次可能一天就几百个 那他说 其实一开始很兴奋 然后后来其实是会疲乏的 然后甚至是会累 然后就把他关掉 所以他把战场线说在哪里 我 他没有写的很清楚 我自己的猜测应该是twitter吧 因为我看到推特上一直在回啊 对啊 OK 因为我有看到他在文章里面还有说 他除了就像刚讲用策略性的关掉很多社群媒体 然后让他就是你要跟我站你就只能在我指定的战场 这件事情以外呢 他还会继续开玩笑 然后用他现在自己的处境开玩笑 然后我就有一个超好笑 他说 我想话靠 中文要讲一下 他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就是被炮火轰最惨的comedian 比我被轰更惨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哲伦斯基 这有点地狱 不是我觉得很屌欸 可是很好笑 很屌欸 他直接拉 因为这个是实话 这个是实话 整轮司机他们国家就是被炮火轰炸 对啊 我觉得哇靠 你脑袋要清楚到还可以写出这种笑话 在这种压力之下 对 而不是乱战 因为我们都乱战嘛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脑冲嘛 对我们就 不愧是律师 不愧是精英 我都会被其他习军演员说 凯莉可以好好写下你的笑话技巧 可以替身吗 不要脑冲 好不好 我想老了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我们加油 我们太容易脑冲了 对 呀 所以 我觉得他现在似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力量的追杀 而整个就是满血回归欸 超屌的 而且我还看到他 好像要来马来西亚做巡演 他要跟另外一个习军演员 然后听说票卖的还不错 我至少已经 8月还是10月他才要来 然后已经卖掉一半的以上的票了 超强的 所以大家好奇吗 就觉得OK你回来 你现在要讲什么 我觉得大家只是看错 我想看会不会有人来抓你 是我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笑 我个人不觉得他特别好笑 可是我也想去买去看 要看会不会有人冲进来抓他 不是吗 就如果不让他演的话 签证可能就不会让他过 如果签证让他过了 应该就会让他演吧 你就不知道他没有办签证 好吧 理论上很多人说 你们其实不用办签证就可以来做 我们就想说我们想合法吗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签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